春节出游还是要特别注意安全 昨天有一个台中一中的学生 跟家人一起到雾峰的北坑溪步道登山 没有想到在拍照的时候 不小心跌落两百公尺深的山谷 搜救人员今天找到他的时候 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筋疲力竭的吴爸爸山上山下跑了五趟 就是为了救失足坠谷的儿子 13号大年初四 无信一驾五口到雾峰的北坑溪步道爬山 就读台中一中高二的吴建平和爸爸 体力比较好 再往九九峰挺进 在接近宫顶地点一线天处 说要帮爸爸拍照 却失足坠落山谷 丘内人员抵达现场时 因为天色已经昏暗 只要等14号一早再度上山 上午10点多终于在距离零线下放两百公尺处 发现他的身影 但是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由于山势险峻难人员接近不易 直到下午4点20分 才成功地把死者拉上冷线 在这个对落地点 第二次搜索 利用我们的绳索才找到这个人 我爸爸很不舍这个乖巧的儿子 国中念自由班 从小就没让他操心过 做事一向求好心切 这次上山就是为了重拍寒假作业 想到儿子意外身亡 吴建民的父亲忍不住老泪纵横 由于雾峰同龄山区山势陡峭 最后是以直升机吊挂的方式 将吴建民的遗体送下山 记者黄江彭万群台中报道